嗨 大家好 今天的视频就告诉大家 黑刺榴莲和长顶榴莲的分别 千万不要买错 嗨 大家好 我是Monika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粒榴莲 叫做Ganga 有些人叫长顶或是长笔 泰国话有些人叫Ganga 这个榴莲是来自泰国 这边马来西亚人北马人 就很喜欢它的味道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味道有不一样的特色 肉非常的深黄 然后肉非常的厚 味道很香醇 还有一点榴莲尾声的味道 就是当北马榴莲接近尾声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这里 长笔榴莲 你看它为什么叫长笔 它的地呢 比我们手指还长 比一半榴莲很长 这个非常的粗 这个我们叫它长地 这曾经是在泰国是一种冠金榴莲 来到这种北马 现在呢 价钱呢 就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为什么太多选择了 不过我还是很喜欢它的味道 值得推荐 因为下面有点像 什么榴莲 黑刺 看到吗 所以黑刺也是这样圆圆圆圆的 下面也是这样子 不过黑刺下面是比较平一点 比这边要剪一点 然后你看不到它那一块东西 平平的黑刺是这样子的 然后黑刺的这个饼呢 没有这么粗 没有这么长 所以它的分别就是这样 有些人看了这只长饼榴莲 那是错误了 看起来颜色也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深黄色 黑刺的是红色 好 谢谢 我们将来讲到这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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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